说起巴萨最迟的时候,最早能想起的就是球王马拉多纳 1982年7月,马拉多纳以创纪录的12亿比赛塔 900万美元的身价转投巴萨 80年代的900万美元足以震动全世界 从身价上也体现出球王在整个世界组团的地位 在诺喀普球场,马拉多纳迅速成为了人民关注的中心 很多人说马拉多纳带着球能做的,是别人无法复制 球王在巴萨的职业生涯已在纳布雷斯队相比,谈不上成功 在效力巴萨的两年里,马拉多纳共修展近7个月 但尽管如此,马拉多纳还是在巴萨留下了出场58次打进38球的挑人纪录 在效力巴萨的两年期间,马拉多纳成了黄马科兴 头一年与黄马四次交锋,其中三场,他各进一球 第二年在联赛中,巴萨在伯纳乌与2比1击败黄马 马拉多纳攻入了制胜球 命运注定马拉多纳在巴萨的罗纳均是多在多难的 马拉多纳的巴萨时代曾先后受到肝炎和断腿的折磨 在这里既有风光也有无奈